埃欧里亚要打死心事的原因 居然是中了教皇的幻龙魔皇权所导致 这种权可以支配人的脑神经 让对方听令服从于自己 而要想解除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人死在他面前 又或者被人打死 当年冰河的师父就是这么被解除的 但介于心事的剃度太过拉垮 唯一的办法就是躺平 再不行就是幻人替他扛雷 但萨尔纳已经替心事扛了一拳 现在正让自己的徒弟塔西欧照理 魔灵也掉下山崖 原本魔灵刚掉下去时呼唤心事的声音 成功引爆了他的小宇宙 使当时的心事达到了和黄金战力可以匹敌的境界 但青铜的小宇宙老是不太稳定 第七感的存在就跟磕兴奋剂差不多 要笑一过人就得废 虽然心事成功地躲过了光束拳 还将埃欧里亚放翻 可对方毕竟有着黄金圣衣的加持 心事的力道在他身上根本不通不哑 一个猎切立马起身不说 反手就是一拳 心事的腿骨立马断裂当场残废 这对于依靠高敏输出的心事简直是毁灭性打击 玩游戏还可以认头可这是生死局 眼看对方面目凝蒸的向自己走来 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看着埃欧里亚空洞而又充满杀意的眼神 心事只觉此刻的埃欧里亚像是恶魔 没有曾经的半分色彩 不明白他将萨尔娜送回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埃欧里亚马和他废话 又是一记光束拳耀眼的光芒将整座狮子公罩的那叫一个场面 心事差点被干散架了 但仍是摇晃的身体又站了起来 要不说吴小强是真心抗躁 随着埃欧里亚将石柱公开面无表情的走 心事居然要放大招 这让埃欧里亚不禁有些嘲笑 可心事不管不顾直接就冲了过去 却被埃欧里亚单手接了下来 随后又补了一发 重拳的心事挣扎了几下 由于腿骨和身体伤势太重 没有力气直接躺平 心事的挂剑埃欧洛斯的射手座和杀之半天都没出现 估计也在挂机 而埃欧里亚正向他走来 仿似感觉到心事正要被死神收割的萨尔娜 嘴里不停地叫着心事逃命 这让照应他的卡西欧有点懵 按说这俩人是不死不休的仇敌 可是萨尔娜的语气怎么充满了对心事的担忧 这让他有些郁闷 因为他的一只耳朵就是被心事切下来的 极度不爽的卡西欧就出去透气 可到了事迹上却听到心事已经干到狮子宫的消息 等郁闷的心情好点后到家时萨尔娜已经醒过来 这让他无比兴奋 赶紧将为萨尔娜买的苹果放好询问他的伤势 萨尔娜也感谢卡西欧这些时日对他的照应 这让卡西欧有些受存若惊 可谁想当萨尔娜问起圣域最近的消息时 迫于原有的成见他没有将心事的消息告诉他 萨尔娜当场急眼 最后在萨尔娜的历生追问下 卡西欧不得已将心事已经闯入狮子宫的实情说出 这让萨尔娜担心不宜立马要去狮子宫找心事 可又一想埃欧里亚已经知道圣域的实情 而且对雅典把效忠 那么他应该是和心事同一战线不会有事 可以想到下一宫是沙家的处女宫 要知道沙家可是最接近神的男人 心事肯定干不过 于是又要起身被卡西欧拦下 询问他去做什么 萨尔娜还在嘴硬表示自己要娶心事的人头 见萨尔娜口是心非 卡西欧再也忍不住了 告诉他没必要去了因为心事必死于狮子宫 这让萨尔娜当场绷不住了也不装了 忙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埃欧里亚为什么要杀死心事 在萨尔娜的逼问下卡西欧将事情拖出 原来埃欧里亚在将萨尔娜交给他之后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教皇算账 可是这时的沙家在场为维护教皇的权威和埃欧里亚太大对红 原本教皇是没有机会重伤埃欧里亚 毕竟俩人全是黄金战略 可这时的埃欧里亚刚和沙家交完手 被教皇钻了空子一记换龙魔皇权正中脑裤 当场就被教皇控下 而要解除埃欧里亚的控制除非有人死在他面前 这让萨尔娜再也崩碎不住 立马就要去找星事 可这时的卡西欧也不拦着他 反而问他是替星事去死吗 见萨尔娜不吱声 这时的卡西欧全明白了眼里满是精灵的泪水 告诉萨尔娜他有办法将星事救出 随后一拳就将萨尔娜打晕 此时的卡西欧无比的悲痛 星事不光切掉了自己的耳朵抢走了圣鸣 现在连萨尔娜也从他身边抢走了 在圣斗士星事中 守护之力的觉醒往往是随着圣斗士自身的成长和实力的精进在后期才能形成 就像青铜吴小强出了一挥 在得到雅典娜的守护之力后各种开挂防道士二宫战 这也是沙之除了有三个黄金战力 在自己这边有胆量和圣域教板的真正原因 可还有一些人在没有取得圣斗士的资格就找到了自己的守护对象 但结果却有些不尽人能 让人唏嘘不已 就在埃欧里亚中了教皇的幻龙魔皇权 被控后把星室一顿横灭 萨尔娜从卡西欧口中得知了埃欧里亚的情况 担心星室要赶去狮子宫时 却被卡西欧阻止 因为他知道埃欧里亚这种情况除非有人死在他眼前 否则根本不会清醒 萨尔娜的做法明显就是替星室去扛蕾 看着自己守护和信奉的女神 虽然接受不了他爱上了星室 可他更不想让萨尔娜隐命 于是自己就代替萨尔娜赶去了狮子宫 而这时的子龙正和顺网狮子宫改 可星室被虐的声音隔着好几里他俩都听得见 正心急如焚石却被卡西欧拦住了去 从卡西欧口中得知埃欧里亚已经被教皇控制 星室必死无疑 更是让子龙和顺担心 可无奈卡西欧铁了心要替星室扛蕾 直接就将他俩放飞 而此时的星室已经被虐得不成人样 正当埃欧里亚要给他最后一击时 卡西欧的出现叫停了埃欧里亚 并表示星室的命他收了 因为卡西欧败在星室手中的是整个圣域无人不知 埃欧里亚就信了几分 星室也正敢冤家路展时 可谁想这时的卡西欧护在他身前一拳就向埃欧里亚轰了过去 结果被埃欧里亚单手就将拳头捏碎 这让星室当场懵逼 可卡西欧却让他赶紧走 随后为了拖延时间就将埃欧里亚拦腰抱起 这更让星室不明白 直到卡西欧说出了萨尔娜 星室这才明白了卡西欧对萨尔娜的感情 可问题是眼前的埃欧里亚是黄金占领 凭他卡西欧哪能控得住 无奈卡西欧一边催星室快走 一边告诉他埃欧里亚中的教皇的幻龙拳脑部神经被破 除非有人死在他面前否则根本不会清醒 星室这才知道卡西欧这是在舍命帮他 可他想不明白为何卡西欧会如此拼命 他不知道的是卡西欧虽然面向粗狂 可内心极为细腻 那时的他在萨尔娜手下磨炼 萨尔娜对他轻心教导给予他取得圣斗士的希望 再加上萨尔娜本身实力不属 在强者如云的圣域更是少有的存在 这让卡西欧非常感激萨尔娜对他的栽培之恩 虽然他没有取得圣斗士的资格 但萨尔娜对他的知语他铭记于心 可不巧的是萨尔娜居然喜欢上了星室 卡西欧虽是愤懑 但还是为了萨尔娜来到了狮子宫 可埃欧里亚的目标是星室 根本不想和他纠缠更不想杀他 失去耐心 只一拳就将卡西欧开膛破路 这让星室当场震惊 看着这个曾经将自己恨得咬牙切齿的卡西欧 不明白他为何对自己如此牺牲 可卡西欧却告诉他如果没有人死在埃欧里亚手里 他是不会清醒的 如果星室死了萨尔娜一定会伤心 而让萨尔娜悲伤是他卡西欧最痛心的事 因为那是他的女神 岩霸痘大的泪花从他眼角涌出 这时的卡西欧不为自己即将殉命而难受 反而因为会永远离开萨尔娜 不能继续守在他身边而悲伤 可这时的埃欧里亚并没有放过星室的打算 反而要连同卡西欧一起收掉 可就在埃欧里亚放出一道光波时 卡西欧居然挺身护在星室身前 就这样埃欧里亚的光速拳尽数被卡西欧吸收 刚才就中了一拳身体被中创 现在又完整地吃了一剂 卡西欧的状况即便大罗神仙来了也没知 可是说好的只要有人死在埃欧里亚面前 就可以让他清醒 但他仍是一脸空洞 这让星室无比崩溃当场破坊 当即就完命地燃烧自己的小宇宙 让雅典娜赐予他力量 哪怕只有一瞬间他也要将埃欧里亚打倒 随着星室气势全开 雅典娜出现在他身后 埃欧里亚打出的光速拳被他全部看穿 躲开后一剂流星拳直接将埃欧里亚起飞 可这时的卡西欧生命彻底走向尽头 一息间他看到了萨尔娜 那是他的女神值得他用生命去守护的女神 可此刻的他再也不能守顾在萨尔娜身边 塔西欧的死让心事无比悲痛 而这时的埃欧里亚也清醒过来 看到为了自己祭出生命的战士 这一刻他无比的自责 这个没有圣意也没有终极小宇宙的战士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最终化为繁星永远地离开了萨尔娜 远以为一挥直到处女工才和沙加交手 没想到俩人早在卡蒙岛就练了 自打上次一挥从一次沿江顺就出 亚历士就意识到一挥和其他四小强不一样 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二维马 这只凤凰是个妥妥的四维生物 要知道在所有的圣斗士中青铜只具备常规打击 一挥却有着精神力攻击的换魔拳 再加上一挥拯救顺时又有着念力攻击和穿越空间的能力 四个纬度直接拉满的逼格属性 就算在整个圣域也只有沙加和亚历士能做到 这让亚历士坐不住了万一一挥真要来了圣域 在黄道士二弓炸鱼很有可能就是拦不住的节奏 于是就派出沙加和他坐下俩大弟子前往卡农岛 想在一挥觉醒时就收掉 由于沙加还要守出女工 所以只能念力助攻 而这时对情况一无所知的一挥圣衣和身体也修复的差不多 正准备直接去圣域时 卡农岛上教皇的人已经来了 并要找出一挥的下落 村长为了不让村民受到伤害 就假意带他们去火山半路拖着不走 因为他们这个地方自上古时期就是为圣斗士疗养的圣 圣斗士在休养期间任何人都不能打扰 这也是雅典娜的旨 就算是教皇也不能违抗 这让领头的无比恼怒对着村长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连他的孙女艾莱奈也没有放过 情急时艾莱奈发出了一声求救信号 正好被即将破关的依辉听到 紧接着一道霸气的声音响起 让他们放下那个女孩 众人懵逼时移到烈焰玉不而现 依辉再次拉风登场 可这回的依辉没有依拉到 因为真正的刺客令了其人 虽然他将眼前这堆喽喽收掉 可很快沙家坐下的俩大弟子孔雀座的西瓦和莲花座的亚格拉就出现了 并告诉一辉他俩是奉沙家之命来收他的 一个负责收拾另一个负责超度 专业分工同所无期 随后还没等一辉消化莲花座的亚格拉就开始亡霸念经 可一辉一听白银根本看不上 直接一记奉持天祥就干了过去 可结果怪了一辉的拳被对方屏蔽不说 还被西瓦一顿狠踹 一辉当场就蒙了什么时候白银这么扛造 可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 村长智慧不行了 于是村长的孙女就祈求西瓦这个白银救救自己的银 因为在他的逻辑里 真正的圣斗士是有着勇气和力量的象征 是专门帮助他们的无论任何要求他们都可以带 可谁想西瓦直接将小女孩扔下了山崖 这让一辉当场破坊 不明白他杀老人就算了为什么小孩也要杀 可西瓦却向他解释道 老头以死只剩小女孩孤苦伶仃一个人多可 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必将承受艰苦的磨难 与其让他受苦还不如让他前往西方极乐 这才是真正的慈悲 严霸还深深看了一辉一眼问他懂了吗 一辉直接被干成了 原以为以前的自己见识过地狱也自诩为恶魔 但是和眼前这俩人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们才是真的顶了 虽然对方说的大部分一辉以现有的智慧无法领 但有一点一辉能肯定 那就是无论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将女孩的生命拨打 谁要敢践踏女孩对生命的信仰 幻魔就向西瓦干了过去 西瓦当场麻了此刻的他只感觉无比的享受 现场无数毒蛇将坐禅的他可敬亲吻 差点在一片光华中圆寂 而此时的依辉也以为完成了收割 可没想到西瓦却笑了起来 这让依辉不可思议 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从他的幻境挣脱 但西瓦却告诉他 他的幻魔拳说穿了就是利用对方的恐惧无限扩大最后撕裂神经 可这些他早在沙家教他们坐禅时就完命了 因为禅意可以将一个人的心神升华到无我的状态 幻魔对他根本起不了作用 但他却对依辉的出拳耿耿一怀 认为依辉的不配合是亵渎了沙家和神 要亲自送依辉下地狱 随后又是一顿王八念经依辉当场又不能动 被牵手神音再度放飞 而此时的依辉身体不能动绝招也没有 这多少让他有点绝望 可就在这时 受伤的小女孩告诉依辉爷爷不会骗他的 真正的圣斗士是有勇气和力量的象征 无论何种境地也不会放弃拯救生命的贼人 这让依辉无比的惭愧和自责 瞬间强烈要救赎生命的火焰再度燃起 正当西瓦吃惊时莲花座的亚格拉跳了下来 他知道凤凰有着浴火重生的能力 这个地方根本杀不死他 于是直接一记莲花打坐 将依辉控在佛主手心 要用莲花座安的法阵将依辉控 不巧的是小女孩也掉下了山崖 此时的依辉貌似不光没有拯救小女孩的能力 就连自己也无法救赎 而沙家的小宇宙又是强到何种地步的存在 居然可以将五小强中最强的依辉控下